首先來看就是我們臺灣的這個媒婦 做到現在為了要爭出證明來爭出 權益 還有去這個聯合國 來購公這個媽政府 侵蝕這個媒婦做到的這個項目 所以我們要讓這個聯合國領權委員會 我們修理了這個案 相特別的在這個聯合國的 這個回憲的公文上面 裡面有很清楚寫到這個臺灣 又代表這個國家政府在這裡 我們要引起了對這個主權 這個問題很敏感的心情 強求憑蝕文化 還我原住民身份 還我原住民身份 請主委會本部做原住民的辛苦 本部做人告訴你歡迎投進空義 而且因為政府後期本部做的 款領更有聯合國 想不到聯合國領權委員會不斷修理 會迫進去又提到State 這個有國家主權的他問他 國家主權的問題 統突問題 但是這個不是我們的主要原因 我們只是關注於 憑蝕族群在國家裡面不公平 他們起臺灣主權的討論 向聯合國控告的 判斥群說真的很意外 他們只是想要進出 回憑蝕族群的法律身份 但是王明慧回應表示 強行要修法 如果沒有困難 是用原住民身份法加以規範 那根據這個法的規定 在沒有修法之前 其實憑蝕族要取得原住民的身份 還有一大部分大家討論 有這樣的修法 國民回國控告 共調 黑湯的聯繁 已經過去多一件的身份資料 定義十分的比對 這件事不簡單 不過我們說的話 我們沒有做人 拿出多一件的資料 都穿得到 現在民國87年10月20號 就可以請領到這個東西 有什麼困難 熟啊 我頭目啊 只要是戶籍藤本 上面有熟 有的 我們甚至有的那個熟字 是被塗鴉的 塗黑黑的 根據官民會統計 台灣目前各山原住民 差不多有50萬人 包括原住民新婚化 林鄭的八部族 差不多有30萬人 不過公議的八部族 照著不直接的收集 在主管有限 影響的關係 很大進行 也讓八部族 正面的正義 繼續發信 繼續拍攝 做得不好